最大让美国不能忍受什么 就是你习近平搞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带的是什么 就代表路权 因为路权过去是靠骆驼队 路权崛起的感觉 路权崛起 因为靠骆驼队 说实话是蛮苦的 现在什么中欧班列 火车 两个礼拜 高速列车 以后持幅列车都来了 两个礼拜 现在还有些问题 就是说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新疆跟这个 跟这个哈萨克边界 他要换轨 有轨道不同 将来轨道再给弄成一样 一路到复都去了 就是你这个世界 这个陆地上全部通 那这个将来世界的中心 又回到这个地方 就不会有你的大不列颠 大英帝国日不落国 美国继承大英帝国 亚洲就出来一个 亚洲以前边缘的日本 也叫日不落国 控制大东亚共农圈 这些海权的时代就没有 那英国今天这种 就是继承这种情绪 他只要有机会 到大陆上来 他有变成一个主导的 这些 这些 波瑞江森 他就会走到那边干嘛 让英国人想起来一个 他们以前一个领袖叫丘吉尔 他演的戏像不像丘吉尔 跟着泽伦斯基世界第一大网红 走在基辅斯基辅的街道上 最后还有一个哈尔科夫的一个女的 拿两个瓷器的机来干嘛 我有一个 以前一个主管送我一个 就是俄罗斯的攻击 对啊 这个把它自己塑造成 塑造成丘吉尔的形象 去干嘛 这背后反应 这种能打动谁的人心 打动英国人的人心 英国人的很多历史的正面记忆 都被他精心刻画做出来 可是你知道 这个现在我常常就说 现在这场俄务战争 把欧洲打回历史 欧洲又打回他的传统历史 怎么样 昂格罗萨克森 又开始怎么样 玩他传统的 Balancer的角色 然后呢 瑞尔曼民族 基本上看不下去 他觉得 你这个斯拉夫人自己内讧 你把我们整个欧洲 整个 尤其我的中都欧 你把我搞乱 所以呢 我认为是肖茲 叫这个谁 叫这个 奥地利的首相 跑一趟莫斯科 奥地利他9号先去见泽伦斯基 说这个马上要去跟普丁见面 这是开战以来第一个欧洲元首 两边都见到了 第一个 那我就在想说奇怪 为什么是奥地利呢 就想不通 就后来我们的这个同志还是很优秀 他们就去查 说在欧盟里面的五个中立国 两个叫做这个瑞典跟芬兰 现在不是说 我们要加入北约 那他很想就靠到北约那里去了 那他当然就不中立了 那另外两个好像是这个 爱尔兰还有一个是 瑞士啊 瑞士没有加入欧盟 对没有加入欧盟 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还有两个 可能没那么大国际地位 讲话那么大声 所以这两个可能要肩负起 这个欧盟希望和平 或希望停战 不要影响我们经济的这个责任 也不够格 所以我个国家扣掉瑞典 芬兰想加入北约 就扣过去的嘛 不用谈另外两个艾尔兰跟一个 差点比中止 这个好难喔 这个爱尔兰跟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四个国家都不行 就只剩下奥地利 所以奥地利有没有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代表 欧洲的这一些需要能源或希望停战的国家 贤命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中间来穿梭 希望战争可以平和 我的想法是这样不晓得 欧洲的组合派 欧洲的组合派 它代表欧洲主要希望和平 对 组合派 我觉得这里面就变成就是说 有匈牙利啊 有甚至有这个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 那最主要是德意志的大哥 德国啦 法国也不想啊 像在欧洲大陆现在 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就两个 一个是 一个奥地利 一个就是德国 一个是德国 对 所以这个德意志民族 它又要把它的凸显出来 它信任的小老弟 就跟美国信任是英国 德国信任小老弟就是 奥地利啊 希特勒就是奥地利人 所以这个 德意志民族要站起来 法兰西民族呢 也不爽啦 也站起来 快要站起来 等它选完你就看 它又要跟德意志要合作吧 又要站起来 因为这时候他们是组合派 他们是组合派 主战派是谁 主战派是波兰 主战派是英国 主战派是什么 是波罗地尔海三小邦 里面最大的 三海联盟 已经互骂了 德波兰的总理 已经指名骂那个谁了 指名道姓骂那个 马克宏 骂凶了 马克宏回骂更难听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种族主义 反犹太的种族主义 超可怕 骂好凶 这个已经 这个已经在 回到 回到20世纪 从19世纪到20世纪 二次大战之前的 欧洲的各国关系 就是这样 这个中间装了70年 因为欧盟的关系 欧洲人变成怎么样 大家都是兄弟 大家都好朋友 可是这个历史的壁垒 历史的仇恨 历史的这种利益的这种 划分 在这次俄乌战争 全部把它打出来了 全部打回原样 最高兴的是谁 美国 对 我终于答对了 非常高兴 再加上还有一个 就是英国人自己讲的 美国的小老弟 英国 这两个国家高兴不得了 你说是美国的走狗 还不是小老弟 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相同 都是岛国海洋海权国家 跟你这个路权是 搞不在一块的啦 要就是说 迟早就是 有一个激发点以后 他们的根本利益矛盾 就凸显出来 那现在美国是成功了 美国真的是成功了 就是把欧洲 这个70年的欧盟梦 把他一棒子打醒了 他要感谢乌克兰 美国人心里高兴不得了 为什么 他们终于布局30年 1991年开始布局 布乌克兰这个局 到最后直接掌握布乌克兰的发展 终于逮到了俄罗斯 终于有一个机会 美国手干净得很 美国没有沾一点血在手里 找乌克兰 终于可以这次真的海诊一次俄罗斯 不让你啊 不死也拖 拖了你半条命 拖了你半条命 这些人他们不会告诉你 我很高兴 还一副忧心忡忡 然后呢 也不会他要笑 他也躲起来偷偷笑 躲在那个房间里 越想越乐 越想越高 他们这个布局深远啊 今天达到这个地步 你看 找到一个工具代理人 帮我们修理俄罗斯 我不费一兵一卒啊 出几个钱算什么 我就是有钱啊 我的命比较贵 我不怕花钱啊 终于找到泽伦斯基 找到乌克兰这一批 对不对 那今天 美国受不受鼓舞 深受鼓舞 都掩不住了 干嘛 要玩下一局啊 赶快再找个地方 重新再来一次 这个战略这么成功 剧本再透一次 这个下一个 下一个真正 真正大支的在哪里啊 中国大陆啊 中国大陆 所以啊 掩盖不了 我跟你讲 他只是表面上 不让你戳来 心里面啊 哇 小路 大路乱撞 爽翻了 高兴死了 而且呢 他觉得 就这一套 没错 就是用这种战法 那在台湾的布局 深不深 也很深啊 深的嘞 同样的方式 就在台湾 就在台湾海峡 从样 往这 设一个怎么样 大的局 最后这样 让大陆跳过来 跳到这个局里面 然后用 一样的战法 来 来干嘛 来对付俄罗斯方 对付中国大陆嘛 因为 因为他这个是 一举素得啊 你今天 要解决一个 让他很碍眼的 几十年的欧盟 对不对 也因为这个乌克兰 这个担任 所谓的东西 冲突的前沿的角色 还自己觉得 特别伟大 对不对 把自己神圣化 提升到 民族英雄的 这种角色了 美国人 真的在那边 数钞票都来不及 赚多了 真的是赚 赚多了 一举素得 把欧盟也给他打垮了 把这个北约又重新搞回来了 然后这个 兵工复合体 大赚钱 美国的这个 国内的这些注意力 什么全部都 太赚了 下一个就是台湾 所以现在对于台湾的事情 他们发言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就是掩藏不住他内心的喜悦 好 健烈欣喜了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 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险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 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点